2023最新美国动作惊悚片 急速营救 精彩上线 地表最强的老爸来了 连母路上接到好友老西打来电话 表示他接到陌生来电 说是车里有炸弹 搞得他和女友戴斯不敢下车 戴斯就旁边吵闹 现在不知该如何是好 对方还对老西说 他们两人会因为连母而死 连母这下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连母赶到 就看见戴斯和老西在车里大幅度争执 这时一名警察路过 觉得很可疑 就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问了几句后 戴斯趁机打开车门就跑 他可不管那么多 保命要紧 这颗炸弹的威力还是巨大的 不远处的在车内的连母一家人 都感觉到冲击波 连母赶紧开车驶离这片区域 那么歹徒为什么要炸死老西和戴斯 为什么连母跟这件事情有关 且听小编娓娓道来 故事要从连母讲起 她是德国一家投资基金的高管 她的家庭至少表面上看着很幸福 有着一位漂亮舒雅的妻子玛丽 还有未成年的儿子和女儿 另外拥有豪宅和豪车 以及丰厚的收入 但是 玛丽对于连母的工作 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家庭生活质量 心里早就不满了 儿子扎克正在青春期 有些难以管教 经常跟连母发生矛盾 女儿阿贝就很怪 今日连母照常送儿子和女儿去学校 扎克赌气先走了 连母开车赶上 硬是让扎克上了车 路上连母一边接听客户的电话 一边开着车 刚接完一个电话 就听见车里似乎有电话铃声传来 问了儿子和女儿 是不是他们的电话发出来的 得到否定回答后 开始注意到铃声 是从当位后面的小箱子发出来的 连母打开一看 是一款老式的手机 连母拿起来接听 没想到对方竟然知道自己的名字 而且知道连母正在开车 连母有些惊讶了 她以为是哪个朋友开玩笑 连续猜了好几个人名 对方表示都不对 连母就没有兴趣再接听下去了 表示要挂电话 对方这下露出真面目 直接威胁连母 表示在她座位下面有个炸弹 当连母坐下来的时候 炸弹就启动了 连母直接就把电话挂断 她根本就不信 过了十几秒 连母无意中看见 手机的屏保竟然是连母和妻子 在一起的照片 这下连母不再淡定了 开始思考 刚才所说的炸弹真假 还差点跟前车来个亲密接吻 连母于是赶紧违章变道 接着那个陌生人又打电话来 连母赶紧先把手机调成静音 然后把手机放下 接着用手去摸座位的底部 确实有什么东西在下面 连母越摸越不对劲 于是把车子停在路边 她不敢下车 于是拿起手机就往座位底下拍照 扎克嘲笑父亲 十万欧元买的车子就坏 扎克想下车 连母让她不要下去 等她拍完照片再说 连母连拍了十几张 仔细看后 确定被人装了炸弹 对方的电话 一直持续不断地打来 连母还在思考 究竟要不要接听 她主要是怕小孩子听见不好 最后响起车里有耳机 于是插上 双方开始了新一轮沟通 对方警告连母 再敢挂断电话 就把车子炸了 然后命令连母继续开车 对方告诉连母 炸弹有两种引爆方式 一种就是压力引爆 只要连母离开座位 就会立即爆炸 另一种就是遥控爆炸 她随时能够把车子炸飞 让连母听话 不要玩任何的花样 必须按照她的指示去做 连母这下不得不服 了 这时连母发现 车后有人跟踪 就想回头看看 对方立即警告她 不要回头 连母这下明白 自己已经被全程监控了 连母从倒后镜里 看见摩托车手越来越接近 对方现在要求连母 把孩子的手机收上来扔掉 连母觉得非常的为难 对方可不管这些 连母只好大声命令孩子们 把手机交过来 孩子们当然要跟连母争论了 最后还是阿贝先把手机交了出来 对方开始倒数十个数 威逼连母把扎克的手机交上来 与此同时 连母看准机会 来个紧急刹车 她以为电话另一头的人 就是摩托车手 双方撞在一起 等摩托车手站起来 脱掉头盔 阿贝认出了这是扎克的女友 他们两人本来打算今天去逃课的 扎克要开门下车 连母立即锁死了车门 然后发动汽车上路 这把扎克搞得十分的猛逼 连母知道不能再瞒下去了 就告诉扎克车里有炸弹 任何一个人下车都会引爆炸弹 不交出手机 车子也会爆炸 孩子听的也是半信半疑 扎克只好把手机交给连母 然后把兄妹俩的手机扔出了窗外 对方很满意连母的行为 然后给连母发了一个定位短信 让连母开车到达那个指定的位置 连母也是很无奈只好开车前往 路上好友老西打来电话 表示他接到陌生来电 说是车里有炸弹 于是就发生了片头爆炸那一幕 连母赶紧开车驶离这片区域 路上连母就质问对方 为什么要杀人 还要让他看见才行 对方表示 老西他们不是第一个死的人 但是有可能是最后死的人 只要连母听话 就不会有人再死了 连母只好问歹徒到底需要什么 只要他能办到的他都去办 歹徒就让连母给老婆玛丽去电话 让她去连母的个人保险箱 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连母非常的吃惊 没想到歹徒要把妻子卷进来 另外对于歹徒这么了解她 感觉很震惊 接着连母就用车载电话 给妻子打过去 但是转到秘书台去了 过了一会连母就只好给玛丽的闺蜜打电话 闺蜜思索了一会 就告诉连母玛丽正在找离婚律师 这下把车里的三人惊到了 尤其是阿贝眼泪都掉下来了 得知是哪个律师事务所后 连母在网上查到了办公电话 就拨打过去 这才找到了玛丽 连母把现在发生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下 让玛丽不要报警 连母来到了银行外面 等着玛丽把东西拿出来 这些东西主要就是五万欧元和护照 这时歹徒改变了交接方式 让玛丽把东西交给坐在路边穿西装打电话的人 连母只好给玛丽电话更改交接方式 玛丽照做了 就在玛丽把东西交给路人时 警察冲了出来 把两人都抓住了 然后警察冲着连母过来 吓得连母赶紧发动汽车就跑 路上歹徒表示是他打电话报的警 联想到之前的爆炸 这下聪明的连母意识到 这是歹徒故意的 他就是要陷害连母成为作案的真凶 把联母打造成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而且是连自己的两个孩子都不放过的那种 接着 歹徒说出了真实目的 现在就让联母去把只有他和老板安德森两人掌管的迪拜基金账户直接清空 这样可以获得2.08亿欧元现金 这些都是客户的 不是他们私人的 然后又发来一个定位 那是老板安德森的定位 歹徒要联母和安德森一起操作 才能把基金账户清空换成欧元 在路上扎克看见父亲上了电视新闻了 联母被警方通缉了 期间警察还来过电话 联母还告诉警方车里有炸弹 但是警察不太相信 两人无法交流下去 很快联母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化工厂 这里还有铁路穿行 联母看见了铁轨对面的安德森 歹徒让联母给安德森电话 必须全程免提 安德森质问联母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在他的车上放炸弹 时间紧迫联母无法解释 就让安德森授权给他 否则就会杀了安德森 安德森听完觉得联母疯了 无奈之下 两人一起把基金账户的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 全部清空换成欧元 安德森不但照做了 还把2.08亿欧元转给了联母 现在联母问歹徒 这笔钱往哪里转 钱转完了 是不是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歹徒没有回答他 让联母打开手套枪 拿出了一把左轮手枪 让联母开枪打死安德森 然后开始倒数十个数字 最后联母还是下不了手 就把手枪扔在地上 安德森就这样领了盒饭 联母还差点被误伤 然而阿贝大腿受了伤 流血不止 联母赶紧让扎克用领带 先把阿贝的大腿绑了起来 以免血流过快 这时联母刚开出场区 就被警察跟上 跑了几个街区 联母被警察包围在断头路的尽头 警察先是把周边五个街区 所有的通信全部掐断 任何人都不能往这个区域里面打电话 包括手机 这样歹徒无法再操控联母 也不能遥控引爆炸弹 经过一番核实 还派出了排爆机器人上去检查 确定车上有炸弹 但是联母嫌疑 还是没有完全地排除 扎克也在旁边向警察证明 父亲联母是好人 警方经过探测 车子的门窗没有跟炸弹连接 于是把车子的门窗全部拆了 然后警察进一步探测到 孩子的座位下面并没有跟炸弹连接 就把阿贝先救出去 但联母肯定是无法离开座位 警方也无能为力 然而扎克想留下来陪老爸 这让联母这一刻很感动 但还是让扎克去安全的地方待着 联母想跟妻子通话 警察就拿出对讲机 让两人讲了起来 就在这时救护车来了要把阿贝送医院 玛丽只好跟了过去 联母结束了通话 跟警察聊了两句 意思是他必须把歹徒找出来 然后发动汽车冲出包围圈 狙击手开枪 联母果断地躲避 然后在街上一路狂奔 开启了发疯模式 接连撞坏了好几个公共设施 慢慢手机有信号 这时歹徒打来电话 联母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要求和歹徒见了面 再把钱转给他 歹徒没想到中途会变成这样 最后发来了定位 联母来到指定位置 这里正在游行示威 很快一个面具人上车了 手里拿着炸弹电话遥控器 威逼联母开车 随便找个安静的地方 联母到了一处安静的河边 面具人摘下来面罩 真没想到竟然是安德森 联母都傻眼 明明看见安德森被炸死了 怎么就活过来了 安德森表示 德国的火车都是准时运行 原来火车成了安德森布置障眼法的道具 联母这下明白了 随后联母也想明白 安德森为什么要偷客户的钱 还把所有的货事都让他来背 原来他们的基金投资公司 这几年接连亏损 已经不怎么赚钱了 再这样下去 客户都会把钱抽回去的 安 德森将会变得一无所有 于是他就想了这样一个损招 拿到钱后 然后去整容 开始新的生活 他有个秘密账户 只要钱进去了 警方是无法查询到的 另外 车上安装炸弹的这些事情 都不是他做的 安德森在暗网上 花钱请人制作炸弹 暗网的人服务非常到位 还负责安装 联母简直不敢相信 认识了十多年的老友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 联母一气之下 开车冲下河道 打算同归于尽 不巧车子 被卡住在桥边 联母用眼睛的余光 看见安德森 设法要把手机遥控器 拿在手上 这次联母太幸运 掉入河中获救了 影片到此基本结束了 我认为 本片拍摄的重归重矩 算是标准的爆米花电影 时常控制得刚刚好 成功地设置了悬念 接着在反转 最后解决问题的方式 也很合理 联母大叔 今年已经71岁了 非常的高产 营救系列 一直就这样拍下去 花样百出 有网友表示 联母大叔的这些动作片 都是认真拍摄出来的 所以 每次出来都是要看的 我觉得的确如此 他的每一部戏 我都会去看 老爷子非常敬业 一个史太龙 一个施瓦辛格 他们都是这样的人 这些人 都非常值得大家尊敬 谢谢大家的捧场 欢迎订阅